我請教高潮 剛剛講到張婷跟林睿洋 他宣傳說他是微商 然後他是網路電商直播帶貨 可是事實上他是利用網路的平台 所做的一切制度跟撈錢樹 完全就是傳銷老鼠櫃 對我覺得他是一個智慧科技的罪犯 因為他有 我覺得關那家有四大點 第一個是他的傳銷 繁密的制度 第二是他非常會說品牌故事 跟所謂的用明星來代言人 第三個就是他有非常大的 那個所謂的成本跟售價之間的差距 會造成一個暴力 最後已經會變成一個叫做詐騙 跟這個大家的慢慢起底 其實剛剛那個慢慢提到 越來越多的代理商跟傳銷 跟個人已經開始爆料 在網路裡面爆料 這些都可以成為未來的證據 換句話 這些就是我們台灣裡面講的污點證人 就會慢慢出來 好我們第一個看他的所謂的 第一個東西就是他的傳銷 繁密的制度 其實他是用一種就是說 人性的弱點 譬如說我去找賣賣 找下線 不斷地找下線 那我找下線之後 我就我本身就有一個推廣獎金 三趴到六趴 然後賣賣再去找另外一個下線 他有可能也是一個三趴到六趴的獎金 好 但我除了獎金之外 我跟他之間的所謂的折扣 可能會到十二趴到三十二趴 三十二趴 好 那我現在是一個一個頭 我準備要加入他的APP數位裡面的個人庫 好 那我就基本上覺得說 我因為我要賣東西給賣賣 可是我要拉他進來 我乾脆我這個價格要壓低 他才會進來 那壓低 如果他壓低的低價怎麼樣 我乾脆自己墊錢 墊錢讓我這個價格壓低 所以我拉他的下線 那他下線就一樣 他也認為這個問題 那所以他這個制度 那我們看 他鼓勵個人開卡 你剛剛講的 這個你剛剛講就開卡 在APP裡面開卡 開卡有好幾種 一個叫做紅卡 一個叫藍卡 一個叫做創始人 紅卡就開始說 這個藍卡就基本上 我本身就是簡單 簡單剛進入就是藍卡門檻 比如我每個月買多少錢 我就藍卡 但我紅卡 每個月要買兩千五百塊 就可以加入紅卡 那紅卡之後他很會搞 因為有紅卡或藍卡 可能可以跟什麼 林瑞陽做合照 林瑞陽做合照 林瑞陽就在早安匯報裡面 告訴各位的數位群組 哇今天有人紅卡 有人藍卡 那另外一個就是創始人 創始人跟趙哥 創始人就是說 我是個人代理商做 我自己變成一個董事長 我自己一個President 我這個董事長 那我董事長 每個月我可能要去買 多少 每個月買十萬塊人民幣的 這個它的它的副付品 那三個月聯繫買 為什麼可能三個月就是變成三十萬 那三十萬我去買 我去買這個貨 但是我去買我要推廣業績 所以我推廣業績裡面 可能每個月要二十五萬 頭才在 TST停秘密買的東西 一百塊人民幣 拍水最後去了解 成本只有四塊 所以他找一些 不好意思 保養品化妝品 很多都是這麼暴力 可是我找下線 你不能用成本算嘛 對不對 品牌會跟你說 我找明星代言 我這樣包裝 我進去這一個通路 我都是錢 對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我必須要說 把這個產品給推廣 可是他覺得這個暴力差25% 25倍 然後一變成說 我去買它來囤貨 的時候我是花很多錢 然後我要壓低價格找他 我要墊錢 這些都是我的支出成本 後來有人講說 我根本三年之內買不到 賺不到錢 可是林樂陽很厲害 他在所有的勵志 他會給很多的代理商 個人勵志故事 哎呀那一位 那一位大學教授 教授都不幹了 來加加我們的TST 田秘密 那位農夫 農莊的這個大媽 你不用在農莊裡面種田 你就來進來就可以了 所以他是一套完美 最重要 我們剛剛提到 傳銷制度是這個嘛 什麼紅卡金卡啦 什麼什麼創始人啊 那第二個就是 他找勵志故事 跟這個品牌 那剛剛蔣一一有參加 他的所謂的品牌的代言人 他是做那個活酵母 好 那另外一個林志廷 有帶領他的所謂的 膠原蛋白的 國飲的飲料 好 那這個最重要是 林樂陽的神奇故事 因為他創造的故事說 哎呀林樂陽到法國去 找到一個神奇的酵母 後來發現這個酵母太神奇了 放在面膜裡面太棒了 然後林樂陽經過十九年的研發 然後再把這個制度什麼 就變成張婷的愛的禮物 哎呦 那張婷看到說我老公給我個禮物 哎呦 那我就把這個禮物 這個面膜慢慢的推廣出去 讓大家都受惠 可是很多人就跟他剛剛那個提到 很多人抹了之後就長痘痘 哎不是林樂陽就講說不是 那叫排毒 所以他有一片的故事 好我們最後講到他的奢華 過去他有做過什麼大的郵輪 請那個這個這個 所有的員工啊 做什麼這個尾壓 他在上海青埔有一個豪宅 聽說是價值8億 8億人民幣 然後他會講說我有五個用人 然後他說我們家很大 客廳很大 連客人來我們家客廳都會迷路 另外我的這個浴缸裡面 我要放五個小時 兩個小時水才會滿 所以這個是炫富 所以這個就是 最後我講講 可能他變成詐騙 可能會入獄 哎來高超我問你 是 你也見證很多企業界 見證很多台商 在中國發生事情 可大可小 你覺得張婷林樂陽這一攤 可能怎麼發展 呃他們自己 他們自己說他認為他是 因為他會跟中國大陸講 是我繳稅大幅 我一年繳12.6億的人民幣的稅 可是最近有人提到說 他資金被凍結 只剩二十幾億 那你說會最後怎麼辦 第一個傳銷制度 在中國是不允許的 第二個他各地都有 全國都有 整個中國都有很多下限 這些下限 每個下限光每個地方開庭 你就不得了 官司打不過 官司打不過 以前搶錢的市場 叫中國的市場 現在官司也是中國規格的數量 中國規格的數量 那你各地遍地開花 我問你 各地都要開庭 好 那我最後講一下 因為他他有十二點六億的稅 是他很厲害 因為之前大家都講他沒繳稅 可是他跟我講說 我是善良老百姓 他可以跟法官講 我是善良老百姓 所以這個 我覺得未來看下限爆料多少 我覺得入獄的機會很大 所以之前有人講說 他張庭或是誰 或者是說你怎麼樣 落跑來台灣 那個有個後來是傳聞 那後來他們貼死 聽起來說沒這個回事 我告訴你 可能這兩位 現在行蹤在哪裡都不知道 就要跑路恐怕都不容易 那如果連跑路都不容易 將來真的是 我們祝福他 我們稍後回來